响应全国口腔健康院苗栗县政府洗手牙医师工会 举办一起刷牙去活动 前进了校园来宣导 那么县长钟东景化身成了健康大使 等小朋友共同来学习如何正确的刷牙 目前全县国小学生取齿率从41%下降到了27% 也显示了宣导的成效 仔细刷牙不马骨 动作确实才能达到清洁效果 关心偏向医疗资源不足 并配合全民口腔健康乐活动 苗栗县长钟东景化身宣导大使 与小朋友一起认真学刷牙 牙医工会我们谢理事长领导的团队 因为现在的小朋友牙齿的保健 我认为非常的重要 所以从国小开始就训练他们 这个保健牙齿的好习惯 我想这个动作对他们的一生 可能影响都很大 包括他身体的健康口腔的卫生 当然因为他如果口腔很健康 他会更有自信 县长爷爷很认真刷牙 透过牙医师工会的专业讲解和宣导 陪着卓岚国小的孩子们 建立起正确的口腔保健 希望能够有效降低住牙 学校里面有推广背试刷牙法 还有就是寒服 宿口药水的一个保健 那这种保健动作 在孩子从小的时候就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特别是从幼儿园开始 我们发现从幼儿园开始 能够来做牙齿的保健 全县国小学童 取值率充41%下降到27% 卫生局也提供6岁以下的学童 每半年一次屠服的服务 目前苗栗县 针对6岁以下的孩子 我们有每半年的一次免费屠服 那现在的屠服率也已经有到将近八成 那我们对于65岁以上的老人家 也有做每三个月一次免费的屠服 可以在这里要跟小孩子 还有老人家都呼吁 我们把握利用国家的资源 4月份是口腔健康月 口腔保健有助于降低全身性的疾病风险 而良好的习惯需要从小培养